这是总停,一按这个整个面板全部断电 这是电源指示灯,一按总停断电它就灭了 然后旋转总停送电指示灯亮,说明有电 这是油泵启动按钮 一按它主电机就旋转,油泵电机旋转 然后按总停断电 这是手动自动开关,左旋是手动,右旋是自动 手动上面的前进后退加紧松开这个按钮起作用 旋到自动,旋到中间是空位,旋到自动 这个工作按钮起作用,或者是脚踏起一踩,它就起作用 然后这个是停止,如果中间出现问题按钮起作用 按钮起作用 然后用6个内六角把它卸下来,把它卸下来,然后就可以把它取下来 好,然后把它揉成一碗 然后把锅子上去,然后把锅子上去,把它原路放回 然后点这里,点卡底 然后把锅子再卡上去 好,然后点轻摔,这一次装完成 好了 上面这个是油站 试机的,油箱没有照 这是油泵电机 这是油泵 这是油泵堕 然后这是阀站 整个这个是阀站 这是加油口 打开,注油 然后不用的时候关上 这是进油管 这是油泵的出油管 到油站 这是阶线 嗯,这个是阶线段子 就是那个电磁阀的线 然后这个是一流阀 整个这块一流阀 这是挑压力的 这边是大,这边是小 顺时针是大,逆时针是大 然后这个是加紧松开电磁阀 这边是加紧几时 这边是松开 嗯,再往这个矮一点的 这个是前进电磁阀和后退电磁阀 再往这边是压力表 这是看压力的 然后这个压力表开关 往向这边旋转打开 然后往这边旋转是关 它就是看压力的 嗯,调好以后 压力以后关上就关